如果没有办法这样挑战 那对台电的财务会有很大的影响 那这个也不利于台电稳定供电的一个功能 经济部长王美花话说得很直白 就算蓝白联手通过动涨决议 电价还是要涨 经济部这个叫做霸道压霸 就到底了 他等于就是不甩立派人的决议 选举还没有完 他的审议委员会就动张 他可以决定动张 立法院不可以决定动张 这是南门子的标准 是要先推翻之前的电业法吗 那么如果现在野党认为自己是多数 就可以无法无天 那么对这个国家来讲 我觉得是一个灾难的开始 要不要动张朝野立委隔空招货 但涨电价带动通膨 不涨电价台电恐怕破产 最后受害的终究还是小老百姓 欢迎新闻张响与谢爱纯台北采访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分享 请订阅分享